河南地处黄河流域 这里是中国最古老的小麦产区之一 对于这里的人来说 除了面条 另一种亲切的主食就是馍 与面条的千变万化相同 馍也在这片土地上演变出了各种花样 夏季离中福的第三天 玉东地区的地表温度 可以达到将近40摄氏度 炎热对于瑶文化一家 是年复一年的考验 高温下 他们仍然需要制作一种 名叫杠子膜的美食 河南人爱吃用酵母 或面头发酵的麦面馍馍 馍馍讲究发酵和柔和的程度 对面的揉搓时间越长 力度越大 出来的馍就会越筋道 吃起来也越香 为了增加揉搓的力量 宁玲人发明了借用杠子 制作馍馍的方法 杠子讲究粗细合适 笔直光滑 瑶文化用来压面的杠子 还是父亲留下的 几十年的光阴 让它在瑶文化的手中 变得圆润和乖巧 杠子的一头固定 人需要借助侧身的全部力量 反复翻压 发酵好的面团 每团面都要反复压上几十遍 甚至上百遍 这样才能使硬面得到充分的舒展 瑶文化是一家之主 她承担着这项最耗费体力 也最需要计较的活计 三个儿子还在学习期 他们的工作是将压好的面团 做成长方体的高装磨皮 一个磨磨三两 从小就看着爸妈争磨的兄弟们并不陌生 如今他们也可以做得又快又准确 杠子磨被俗称为磨样子 意思就是别的磨磨所模仿的标准 面白 个大 松软又结实的杠子磨 代表的是在悠久的历史中 所沉淀下来的口碑 压面和切面需要的是男人们的力量 而在这个时候 家里的女人也在为其他事情忙碌着 马大姐和瑶文化结婚已经二十多年了 今年她连着得了两个孙女 这也使得她的工作发生了一些变化 杠子磨泡在温水里 用汤勺压成糊状 软甜如蛋糕 是给小孩喂食的佳品 如今杠子磨的味道 已经开始在马大姐七个月大的小孙女口中 生根发芽 除了和面用的杠子 杠子磨所用的酵母 正是保持它味甜和松软的秘诀 这种酵母被称作兜驱 临近中午 马大姐终于腾出空来 她要到集市上寻找一种叫做面瓜的食物 面瓜是制作兜驱最重要的原材料 它产于夏季 三福天理的面瓜最甜 制作出来的兜驱 也最适宜作为杠子磨的酵母 做出了好的兜驱 来年的生意才会有兴旺的保障 今年儿媳妇也需要学会这门手艺 盛夏当气温稳定在35摄氏度之上 这种材料才有发酵的可能 一年中最热的十天 就是作区的最佳时间 瓜壤与面粉混合 捏成圆球 对于马大姐来说 这只是重复的手工活 而对于第一次接触的儿媳来说 却十分新鲜有趣 用采摘下来的新鲜麻叶包裹 可以保证面瓜的温度 面瓜在麻叶中静静地发酵 通常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成熟 对于一年到头忙碌的一家人来说 这也预示着新一年的开始 天气已经渐渐凉了 没有三复天的酷热 但是一家七口 这样的工作从凌晨延续到晚上 仍然是他们每天的生活 揭开已经干枯的麻叶 成熟的兜屈表面 已经形成了许多小火 这是属于夏天的独特味道 也是让面粉发酵的关键 兜屈制作的是否成功 还需要通过全家人的检验 今天使用这种兜屈制作的杠子膜 将成为一家人特别的晚餐 摩菜汤 是河南大多数家庭晚餐的主角 自家的腌豆角 豆瓣酱 糖蒜 儿子炒的几个小菜端上桌 此时一切的疲惫早已悄悄退去 磨蒸得不错 预示着来年的生意 也会有不错的开始 一顿简单的晚餐 对于姚文化一家来说 就算是庆祝 一个小院里 一家人一起工作 生活 吃饭 他们用制作食物的手艺 支撑家庭 又在品尝食物的喜悦中 收获亲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